下班要回家 對啊 下班要回家 難也傷心車禍意外 就在自家香腸攤位 短短350公尺外 老闆娘騎車等紅燈悲鳴 70歲駕駛開車撞上意外身亡 鄰居聽了也不敢置信 四五十年生意很好 都是一些遊客 然後是來游泳的順便來這邊 經過的時候都覺得他生意不錯 香腸攤老闆娘平時跟附近住戶 感情都不錯 店裡賣的傳統烤香腸 配上蒜頭再搭配冰涼啤酒 還被美食家譽為在地台版居酒屋 跟大家分享基隆最在地的台版居酒屋 其實這一家台版居酒屋 也是在地基隆朋友推薦給我們的 在地飄香一夾子 外木山 萬里以及八斗子 知名景點都在不遠處 已經在當地打響名號 不僅深受釣客喜愛 更是在地人平時的下午茶 美食部落客更是常常來光顧 這香腸是老闆自己手工做的 每一個都是老闆親手烤的 他們的火候拿捏得也非常好 所以不會說把食材烤得非常的乾淺 招牌烤香腸 每一個都出自老闆娘的手 保留完美的香腸肉汁 店內還有烤套Q烤香魚片 烤魚下巴等下韭菜 讓民眾可以享受街邊料理 但現在老闆娘不幸過世 店面恐怕將暫時歇業一陣子 未來何時會繼續飄香 還是未知出 華日新聞正好籤 羅大葦 蕭宇秀 基隆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